古海象和幼崽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原本应该结冰的海面 现在只是一片汪流 体力已无法长呼游泳 而它们又习惯在海岸上休息 两周前 在阿拉斯加的海岸边 海象们都在各自专属地围上休息 随着温度升高 它们的海上回台这么多小 在单身和专属地围上 拥挤的空间防止灵气伤 它们抛弃逐渐龙化的避风 展开一年一步 寻找食物不断地实施 几天后 母海象们也面临避难所 开始龙化的问题 连刚出生一天的幼崽 也只能跟着母亲 跳进冰冷的大海 时间不会滚在它们 小海象一定要跟上队友 只能边学习边成长 尽快找到可以休息的湖冰 或者湖冰 好在阿姨们对小海象都很跳舞 始终伴随左右 偶尔出现的小块湖冰 简直就是它们的救命道杂 没有了湖冰之撑 再前往原定目标 狼阁岛海 只能转向公海象 保有接触性物的中央 切不清单 母海象极右侧 留学 它们能够顺利地达 狭小的秋克 气海沿岸 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公海象 母海象极右儿们 将面临怎样的羞辱和梦 欢迎观看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